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名称听起来好像感觉很困难 其实它是我们简报里面最基本的核心 连图解释这是属于比较高难度都达不到 可是它却是我们最重要 但是现在所有坊间业界 大家都好像觉得会做 但是又做不到的事情 所以我们如何来透过一致性的要求 不管你今天是要去做企业形象简报 还是要去做个人生涯规划的简报 产品介绍的简报 反正做出来让别人一看就知道说 这是我们正机会的简报 如何达到这件事情呢 主要借由我们今天花三个小时来 跟各位好好分享这件事 我先分在哪里的 在太阳的阳 这是我的范例讲义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看我去年帮政机会交 是以图解释简报为主 也就是用简报的沟通数 那当然还有教别的课程 我主要的专长 主要的专长是在于大数据分析 还有办公室机动化 期待希望就是说 把我自己的专业来去跟大家分享 那我目前是在国立阳明交通大学 攻读我的博士学位 希望这个学期已经是最后一个学期了 结果居然教育部有一个策略 可以技术性的修学 所以又变成无限延伸 使得国立大学的博士本实在好难念 好 这是我的电子邮件 这是我的LINE 还有WeChat ID 如果你们有兴趣 都可以来跟我联系 那等一下我提醒一下 我的范例的密码 讲义的密码 请你不要念出来 既然是密码 就是不去告诉别人的 可是我只告诉我教过的学生 因为所有我的教学影片 全部都会放在无私的 放在YouTube上面 我已经没有心思去应接 就是网路上的一些朋友 所以请你们就是等一下使用这些范例跟讲义的时候 要进行一个解压缩的动作 就是用你们7Z就可以进行解压缩这件事了 等一下我都会一步一步带你们去做 好了 那我们现在就要赶快来探测我们今天的 那个PowerPoint的简报培训 首先呢 我还是要先请你们去下载范例 因为我的交奖全部都是以实作为主 也就是一定你要会做 而且大家最后5点大概4点50分左右的时候 我一定会再问你一个问题 你觉得你有没有可能达到 就是简报一致性的一个标准 好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这就是我们今天来上课的最主要的一个目的 好了 那我们现在就来先看我的范例讲义都放在这里 这个R是大写的R 这个T是大写的T 这边一定要请各位注意大小写 如果你都是打小写 可能这边就找不到这个网址 好 那所以可能就要请你们跟着我一起做 在操作上面 第一件事情呢 我们要去下载范例 所以请你先打开这个 这个 Chrome浏览器 所以第一件事情 请点一下Chrome浏览器 我先登出 不好意思 我先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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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第一件事情 麻烦请点Chrome浏览器 麻烦请点Chrome浏览器 因为我给各位的范例讲义都是放在网路上 好 所以必须要请你先透过浏览器打开 然后接下来 那我的范例讲义是一个放在所所在的位置是一个网址 所以请你在网址列这里请输入 HPPPS 冒号 实践实践 好 HPPPS它是Security 那个超文字连结的一个位置 然后它是有加这个S的话代表它是比较安全的精致 然后接下来后面的网址请输入 很像Google的这个单字 goo.glo